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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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一堆炎羅網 就是一堆人出現的動畫 那死面之咒的話 參照幽城我覺得也是很合理 但雖然我覺得自己有點可惜 這部影片是來介紹一下夏侯儀的技能 這部影片不會提到什麼分析 一點點 所以大家如果期望聽到什麼技能搭配 這邊可能這一集不會講到 鐵手夏侯儀 獅子咒屍屬性為暗 他的天賦歸名逆移 主動造成傷害後 戰後額外附加一次固定傷害 那就是目標以損失的氣血乘上12-20% 那這個不用看了 這個一定是六星才是最好的 六星一定是最強的 這是廢話 但沒有辦法 他就是趴數真的差太多了 那另外一個特色呢 因為在神魔之尊傳的夏侯儀是會狂魔大法的 但是狂魔大法是放到天賦 而且放到自己身上的 那這邊有寫到說 如果自身處於激怒狀態 那這個激怒要怎麼獲得呢 你的隊友有死掉 有一個隊友死掉的話 則會進入激怒 兩回合 那激怒的時候呢 他會獲得範圍絕學 範圍提升1 那如果 如果你 已經在激怒的狀態的時候 然後 如果 他這個意思應該是說兩個人啊 如果一個人死掉之後會獲得激怒嘛 再一個人死掉 他就會變成狂魔狀態 那如果狂魔狀態 這狂魔狀態持續時間變為永久 應該是這個意思吧 如果自身處於激怒狀態 則激怒變為狂魔狀態 持續兩回合 然後 如果自身處於狂魔狀態 則 狂魔狀態 呃 時間變為永久 欸 這到底是死3隻還是2隻 看起來是3隻喔 1隻的話會變激怒嘛 然後再死1隻 又會再進入一次激怒 那激怒會變狂魔 變兩回合 然後 如果自身處於狂魔 喔 那你要變成狂魔之後 再死一個 那這死3個欸 好像有點 嗯 那是要法攻有提高啦 這個好像 因為一般來說你 你在推圖的時候 不會去讓你的隊友死掉啦 但是 有一個好處 就是變成說 當然這一關真的很難打 欸 死了很多人 那下猴疑是 有機會 防敗為勝的 因為提高這麼多 嗯 欸 這個 這個大家就考慮一下了齁 好 剛剛講的很複雜 不好意思 反正就是 看起來是死3隻啊 兩回合 連續死3隻的 你就是 直接變狂魔 永久 應該是這樣啦 不過還是要測試一下 好 再來是 技能範圍齁 對範圍內 喔 死面之咒 造成0.7倍的傷害 附加死面印記 持續兩回合 受到治療效果減50% 行動結束時 受到一次 固定傷害 就是最大氣血8%加 一損氣血20%不可去散 OK 55等大招齁 3.7力 那這個很明顯就是 參照優成的 可是他多一隻手 多一隻手出來 嘿 好 那這隻 極傷害疊加 debuff一聲的 氣力技齁 不可去散死面印記 OK 這看起來打PVP也是可以啦 不過他累積氣力 所以第一回合 要小心 好 奪破鬼咒 那奪破鬼咒 我記得 神魔之尊傳 是一個麻痹的招式 一個麻痹的招式 然後這邊變一個鐵拳攻擊 OK 對範圍內的所有敵人造成 1.3倍的傷害 AOE1.3倍喔 4加禁療 而且還有禁療喔 哇靠 這個 不過夏侯儀 OK 我覺得這個 你在打PVP也很好 你很好用啦 禁療 好 奪破鬼咒 可以傷害分攤 在僅命中少數敵人情況之下 能造成部署的傷害 另外在命中大量敵人時 禁療效果仍有限 大量敵人 喔 沒事沒事 再來是 對罪 對不起 念錯 墮罪之湮滅 這個是自己加的喔 手遊自己加的 對範圍內的敵人造成 0.6倍的法攻傷害 然後施加一個隨機有害狀態 持續兩回合 喔 感覺還好 這是直線技能嗎 看起來是直線技能 4格 看起來是4格 OK 就還可以 還可以 鐵手夏侯儀的學學範圍提升 該技能也會 喔 就會變多一個啦 然後可以多累積氣力這樣子 然後斷墜之 這個字是念 凌缺嗎 凌絕 使用後進入激怒狀態 喔 直接進入激怒狀態 那使用前如果自身 喔喔喔喔喔 他有一招是可以讓自己 觸發喔 喔喔 那這樣子 就不用完全靠天賦了喔 這個CT不知道多久 那基本上應該持兩隻再放這個就變永久了 喔那還可以接受 應該是啦應該是這樣子吧 使用後進入激怒嘛 那你已經在狂魔之後 如果使用前 喔喔喔 對對對沒錯沒錯 沒錯 好可以再行動兩個喔 欸還蠻好的 他還有自己的技能可以施加 那就要看狀況了齁 就可以趕快幫助鐵手夏侯儀獲得巔峰狀態齁 好 最重要的是萬念輪迴陣 雷跟冰璃 欸 冰陣 那雷跟冰 冰系的陰靈啊 大家都想到懸疑跟冰靈嘛 然後機果戰勝 所有武功 然後三格範圍內 重點是這個 這邊都是基本的 三格範圍內 存在氣血萬滿的角色 然後傷害提高10% 喔喔喔喔 OK 然後他是一個 傷害較大的AOE法師型 因為剛有一個AOE1.3倍啊 的確是蠻 蠻猛的 而且還有debuff能力 那天賦可以增加法攻提高 跟額外斬殺的傷害加持嘛 不曉得 如果用寒千秀的陣 那個傷害 應該是一樣 應該是不會累加 應該是不會累加在一起啦 好 那總結 奪破鬼咒 還有 墮罪之煙滅 斷罪之靈絕 OK 就是AOE的輸出組合啦 那基本上奪 奪破跟 墮罪 兩個AOE 有不同的範圍效果 我看一下 忘記了 喔這是 激怒嘛 但通常啦 你可以先用激怒 先一開始 兩回合之後 再攻擊 0.6倍的狀態 然後再奪破鬼咒 因為奪破鬼咒是1.3倍 這個基本上 應該是都要帶了啦 那他有一個 放一個神面之咒 不過這個神面之咒啊 打PVP 感覺不太適合 因為他累積氣力 就有點 恩 要有一點時間啦 OK 還有不會斷生 哈哈 OK 有不會斷生 這個滅魂大法神面 也是可以 滅魂大法的話是在 這邊沒有介紹到 欸 滅魂大法沒有講喔 沒有講 這邊沒講 好 總之 大家記得是這樣 那魂石就是 就是珠燕魔火跟白眼陰魔 但我自己可能會 傾向珠燕魔火跟那個妖術師吧 因為他 夏侯儀他不是看人家debuff增加傷害用的 所以白眼陰魔我可能不會 不會給夏侯儀裝 我可能會給妖術師或珠燕魔火吧 這邊就參考就好了 好啦今天今天的介紹就到這邊啦 那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 Twitch BDB還有Discord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拜拜